欢迎收看剧家2.0 我是高文英 今天这位名医 她是内科医师 因为她有非常严重的电脑手 打了三天三夜的止痛针 没有效 后来她自己发明了一套毛巾操 这一套毛巾操呢 红到大陆 红到泰国 甚至还有泰文版 她救了她自己 所以观众朋友 您先在家里面 找这一种长度的毛巾 大概比我一半 再高一点点 这个长度的毛巾 然后今天的节目 跟着我们一起来做 她的家族里面 三十位都是名医 欢迎吕少达吕医师 来到剧家2.0 吕医师你好 欢迎 欢迎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就轻松轻松地抖动 就这样 这样子的时候 自然地 很自然地 她装作一个暖身 然后邦文的背部 颈部的这些颈部的肌肉 也会稍微地放松下去 然后慢慢地往下压 当然如果你受伤的话 你今天只能摇到这里 慢慢地可以慢慢往后往后 你要跟跳绳一样 她转的时候 就稍微跳 跳 跳 一组就是每天都有跳绳的 那另外一组没有跳绳的 一年后发现 有跳绳的平均身高 比这一边的高了四公分 哇 就这个点呢 就把它压在这个圆周上 球的圆周上 你就摆在地上 一样的 往前推 然后在这里拉回来 往前推 然后慢慢拉回来 脚跟痛用对应方法 用对应方法呢 就是敲手 外侧敲外侧 内侧就敲内侧 这个 OK 对 好 这样子用力 好 对 然后弯曲 弯曲起来 然后再用力抬 这时候呢 这个自然就会用到力量 这其实也是对附件 有帮助 对膝盖 对 好 可能是电脑用多的关系 常常会觉得这种 如果肩膀很僵硬的话 那应该要做一些 来 你的手 是 来 你的一样 放到后面去 对 好 好 不要碰到头 不要碰到紧 好 用力往下拉着 就这样 这个不要碰到你的绢颈 然后稍微用力 你这一定要保持 这个毛巾的这个张力 是 很紧 那这样子用力 稍微往下拉 对 好 下来最重要的重点 不要碰到你的头颈 您准备好这样的一条毛巾了吗 一开始容我先报一下 李医师您的岁数好吗 那个我是初中最后一届 63岁 可是看起来很像40多岁 为什么都是贵公这个毛巾操啊 还有当然平时吃饮食啦 生活还有运动这些都很重要 当然每一种运动都很好 只是说毛巾操来说呢 他不用到外面去 不用吹风打 吹风日晒 可是呢 任何时候都可以运动到 这是最重要的 然后就是说把我们的运动 融入我们的生活里面 这样子的时候你不会说 因为下雨天或是怎么样就 不用受限 对对对 这样子的话才能持之以恒 我们知道陈美凤 美凤姐当时有讲说 哇 这是我做过最简单 最有效的硕身运动了 因为它是由内而外的 那个时候他是跟李医师讨教说 有没有教我几招这个小蛮腰 对 拿起毛巾呢 然后稍微做一下那种转身的运动 来 毛巾我就摊开来给大家看了 对 你说这个毛巾哦 最好呢就是说 这么长哦 这个呢 20公分到24公分 40公分以下最好 那如果太长太厚的话 到时候你的手的抓力也不好 然后呢长的大概是70到 76到120公分左右 当然一般玩洗澡的时候 用洗澡的毛巾也可以 就说水手拈来 或甚至有些人他就用领带啦 围巾啊 或是一些用那个皮带 他就来做了也可以 围巾也可以 所以现在去那个衣橱面拿个围巾 对 这个长度的就可以 对 那当时陈美鳌是跟你讨教小蛮腰 你是怎么教他的 对 好 就譬如这样 那我们呢就站起来 那这个手要拉直 然后呢 好 譬如我电视机在前面 在后面 我就这样拉着 当然手脚要开一点 然后这样拉 这样拉过去 这样子整个拉过去 好 然后再慢慢吸气回来 然后再吐气慢慢 慢慢吐气慢慢拉过去 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会运动到 我们这些 我们的腹直肌 腹横肌 腹斜肌 这些部位 当然也不是只有这些部位 因为一做的时候 我们的整个身体 还有这些淋巴系统 整个都会循环 会蛮好的 我们知道说 其实驴医师当时 帮助很多的病患 改善 酸痛 好像有一个病患 他是他有三高嘛 对 他就做了毛巾操 因为他是一个摄影师嘛 那来的时候呢 血压180 那后来他 我就教他做这一些 然后呢 当刚开始要药物控制 那到控制了 差不多半年左右 他从98公斤 瘦到68 结果呢 血压变成110 连药都不吃 真的 结果有一次我就问他 你的药怎么还没有来拿 血压药 他说现在都没有吃了 我说啊 没有吃了 他现在真的就110了 就是有这些 因为 其实也不是说 毛巾操一定有功效 就是运动都有效果 只是呢 该做适当的运动 然后适合自己的运动 还有一个是家庭主妇 他也是做毛巾操 结果他变瘦了 这个妈妈呢 也是90多公斤 90多公斤 小孩子都很大了 还是瘦不下来 不是说 我产后回胖 结果产后回胖 一胖上去 就瘦不下来了 结果后来就是 也药物的控制 控制 先控制一下食欲 然后再加上 毛巾操的运动 一段时间以后 他就瘦下来 也瘦得蛮多的 后来有 国人可以看到 他的那个裤子 都松了一大圈 对 这个叫做运动 消耗热量的大公开 对 每30分钟 游泳是排第一名 对 尤其自由式 尤其是自由式 对 为什么 有一些挖室 他的那个消耗热量不一样 尤其有一些 他是在那边等于 等于休闲式的 在那边运动的 那个就差很多 这个 他的518卡 那是自由式 那种是冲刺型的 冲刺型的游泳 那毛巾操呢 他30分钟 他可以到300卡 那很多人他刚开始一看 觉得不可思议 我也觉得不可思议 排第二名 等到他真的坐下去的时候 他会发现真的会飙汗 高尔夫其实就是西夫 等于有一点散步型的 对 所以尤其有一些 现在 现在我们台湾的高尔夫 都坐车子 因为节省时间 尤其下一场 又有人要打 你不坐车也不行 你想走路 他们还是赶着你坐车 赶快走 然后跑步是176 快走是114 那骑脚踏车 当然有上波下波的分别 平均起来是90多卡 各位观众朋友 您准备要毛巾了吗 来 驴医师拿着你的毛巾 因为这不是开玩笑 因为我们执行这座出击的时候 他回来想说真的好累 所以你不要看毛巾操 对 它是排名第二的 驴医师我要请你来做示范 请问您坐着或是站着 都可以 都可以 对 都可以 我问咯 好 毛巾操抗毛病第一个 可以减缓肩颈酸痛 请你振动颈部 也就把毛巾放这儿 来 这个很简单 这是最简单 而且可以当作一个 就是当作我们的一个暖身运动好了 就这样子的时候 就是拉着 然后稍微这样抖动 抖动 抖动 当然你不要抖得很舒服的时候 就抖得很重 这样小心 还是会肩颈的伤害的 就轻松轻松的抖动 就这样 这样子的时候 自然的 很自然的 它当作一个暖身 然后帮文的背部的这些颈部的肌肉 也会稍微的放松下去 就这样子稍微很轻松很轻松的抖动 这样子 OK 这样做多久 对 不一定 就是说看你 看个人的习惯 像平常就有在运动的人 稍微拉一拉 当作一个暖身就可以开始做 年纪大的人 他可以做个久一点 让他这整个肌肉的肌肉松弛 那一方面松弛 然后一方面 这个在拉动的时候 对于我们这边的淋巴系统 还是有一点促进循环的作用 那淋巴系统循环好一些的话 对我们的免疫力 对我们的抵抗力 也会有增加 这个是缓解肩颈酸痛 对 好 接下来 摆脱五时间 这个叫做双举后拉 把我们的毛巾拉得与肩同宽 如果是站的的话 我们就是双脚与肩同宽 然后呢 拉起来 好 然后我们慢慢的慢慢的往下拉 往下拉 这拉下去的时候呢 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人就这样开始抖 这样抖 其实这样抖是正常的 那如果不抖 就是好像他放在这里 脖子这边的时候 就不抖拉 可是不抖的时候 因为整个力量分散掉了 反而没有他的效用 你这样子的时候 有没有 这样子的时候 你只要用力 而且呢 双手一定要两边一起用力撑 这时候我们 而且最重要 不要碰到我们的头肩紧 一个腾空的姿势 这样子的时候呢 刚开始人抖得很厉害 这一定会稍微抖 这表示他那个力量有分散 有到那个地方 这时候呢 一拉的时候 对于我们这个后面的后背部的肌肉 斜方肌啊 后背肌啊 这些肌肉都会作用到 可是呢 这个时候 重要的 就是这样拉下去 如果呢 如果他本身 他就是五十肩的话 因为五十肩 他自己本身就是拉不下来了 那时候呢 就是慢慢的 慢慢的 一天一天的往下 一天一天的往下 到后面 他就可以比较完整 当然还有 还有另外一个招式 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一种方式 这个方式 这个方式 如果他是五十肩 这边呢 没有办法用力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拉得很直 那这时候呢 就可以开始斜斜的 开始着手 然后到最后呢 他可以到这个程度 就垂直的程度 这是对五十肩的部分 好 律师再来哦 舒缓下背痛 叫做放松腰椎 那我们就可以拿起毛巾 好 这样拿起毛巾呢 当然这一定要平衡感要有 然后呢 稍微稍微踮起脚来 然后这时候是吸气 然后慢慢的吐气 然后吐气慢慢的往下 往下的时候呢 才开始慢慢的往下 好 碰地 对 然后可以碰地 然后这吐气吐到最后 然后再慢慢的吸气回来 这是可以多做几次 一个回合大概是 大概是五六秒钟 最多十秒钟 一天做个六次 才一分钟 对 就是一分钟呢 每天做个一分钟 慢慢的累积起来 自然身体就会比较好 好 律师 有没有预防膝盖退化性关节炎 可以这样做 叫做提脚挺背 对 可以 因为像这个提脚挺背呢 它是主要就是加强 我们的股四头肌的力量 那在做这个的时候呢 我们要注意一下 那就是说如果平衡感不好的人 就一定要在 有在椅子的旁边 再做一下 当然这时候呢 就是整个拉起来 最重要的是 蚊的膝盖不要太夸张 太夸张的时候 它的重心会不平衡 所以膝盖一定要跟着蚊的这个 跟着蚊的两个膝盖 最好并在一起 然后来做 好 我们也知道说 伤膝盖三大的危险动作 对 律师建议大家这个不要做是不是 敦或贵 不是不要做 要注意 要注意 尤其体重太重的人呢 敦或贵的时候 好 譬如你是80公斤 你的敦或贵的时候 你的膝盖的着力 那个力量是八倍 八八六百四十公斤 在你的膝盖上面 所以膝盖容易磨损 上篮或打篮球的时候 是体重了六倍 上下楼梯是三到四倍 如果你膝盖已经受伤的话 你这些动作最好就要尽量避免 好 这个是吕医师的提醒 好 我们知道说 还有这个毛巾操 可以改善便秘跟失眠 这三招 这个动作最好是在床上做 那在 在我们站着来做的时候 对我们的这个 肌肉的肌力 还有循环都会有帮助 那如果是躺着的时候 那用力的方向地点又不一样 那我们先来做 站立的 站立的时候 刚开始手举起来 然后呢 好 拉起来 拉高了以后呢 然后再左右 左右拉 有点像以前文 那个 小学校的时候呢 做的那个体操 可是呢 各位观众可以试试看 你空手做跟拉着毛巾做 它的效果完全不一样 而且将不一点绝 这个手不要弯 一定要打直 这弯了 这根本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效果 一定要打直拉 而且呢 也不要前傾 不要后仰 这个很重要的 这样子拉 当然每一次呢 擒个十秒钟左右 擒个十秒钟左右 然后再慢慢吸气回来 那这是站立的时候 如果是躺着的时候呢 躺在床上 你做的时候 这一拉 一样 伸直拉 这拉的时候呢 右腿 那个右脚尖 用力向下顶 向下顶的时候 你会发现 我的手这一拉 这一拉是右手在用力 然后经过毛巾 然后到我的左手 然后那你会发现 有一条肌肉的力量 直到你的脚尖 到你的脚尖去 站在刘医师旁边 他示范这么多 我已经音乐感觉到 他好像 是不是全身都已经热起来 对啊 那他为什么会设计毛巾操 因为他曾经有 非常严重的电脑手 我们先来看VCR 这样子 这个手部这样子的时候 你这就容易受伤 非常要很平逊的 这很顺的 那当然像这样子的时候呢 你这 这个 这个好像很逊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这整个姿势就变了 这会变得斜过去 虽然还是90度 虽然还是90度 可是你是整个身体往外 那这时候呢 这个肩胛骨后面的肌肉群呢 就会帮你做工作 这时候你的肌肉群就容易受伤 所以我一定要把它抬起来 一定要这个角度 你这垂直垂直 很顺的 很自然的手放下去 自己也觉得 这样好轻松多了 刚刚那样子很憋 驴师你过去是怎样 三天三夜打止痛针 没有效还是怎么回事 那个时候是常常痛了又好 好了又痛 因为那时候常常痛的时候 会觉得说 是不是我最近运动太少 我就去运动看看 好像又好了 然后有一天又痛了 然后是不是运动太过了 再减少运动 好像又好了 直到有一天 那一天痛起来 就像刚刚那个VCR写的 那时候姿势不良 痛到那个 这是那个肩胛骨下面 那里面很深的地方 那些肌腱在发炎 真的是痛到连起床起不来 是用滚下床 我深深体会说 什么叫病入膏肓 原来就是这个 所以常常有一病人 以前我们在长庚的时候 常常病人来 说痛得多厉害多厉害 再厉害我止痛药 或是那个解热症痛剂 再多一点 再高一点剂量 从来没有想到说 会痛这样子 才有病入膏肓的感觉 你可以比给我看 是哪一个点 就是在 其实就在肩胛骨的 很深的地方 肩胛骨 肩胛骨那里面 那里面的肌腱 整个在痛 那这痛起来真的 所以常常很多病人 在跟我说 这里痛那里痛 我说我知道 是不是痛得想要跳楼 有动就钻 然后对了 你怎么知道 深受其害 自己都知道那个痛在哪 所以发明了这一套毛巾操 对 这个不是发明 就是说慢慢地揣摩出来 然后把这些毛巾 毛巾操的动作加上去 所以我到现在 三十多年了 没有再痛过 可是还是 有时候会 有一点酸酸的时候 我就再加强一下 做这些操的那些动作 就好了 就没有再痛过 还有一个好东西 要跟各位观众朋友讲 它是叫无线跳绳 还是无绳跳绳 都可以 都可以 我们先来看VCR 什么叫做无线跳绳 然后你在家里跳绳的时候 往往蹦蹦蹦蹦的 会影响到罗下的邻居们 那现在也有出一种 这种无线的跳绳 那这无线的跳绳呢 你看起来好像不怎么样 其实呢 你真的跳起来像我一样 还是有时候会喘 当然还可以就说 左跳 右跳 左跳 右跳 效果都不一样 VCR这个太可爱了 你让我们观众朋友看一下 罗下这怎么长这么可爱 对 这个就是那个 应应我现代的生活 因为现在的人生活 天花板高度也不够 然后呢 罗下的地板呢 也会吵到罗下的人 所以呢 用这种无线跳绳 有些人觉得说 这个跳起来会有那种感觉吗 因为它加了这两颗球 加了这两颗球有它的重量 所以你跳起来的时候 那感觉跟你真的跳绳 还真的有一点类似 而且呢 它还有加上这个 加上这个技步器 还有可以计算你的卡罗里 消耗掉多少卡这样子 所以呢 这跳起来的时候 这个比划 对 比划起来不是光这样子而已 你要跟跳绳一样 它转的时候 就稍微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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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这个有它的一个运动的 运动到的那个效果 哇 刘医师 谢谢 因为我知道说 刘医师是每周选个三天 每一次三分钟就练这个无线跳绳 小朋友还可以长高 对 因为在阳明大学 阳明大学在几年前 在宜兰地区 1143位学童做研究 分成两组 一组就是每天都有跳绳的 那另外一组没有跳绳的 一年后发现 有跳绳的平均身高 比这一边的高了四公分 对 那也不是说只有身高 智力 还有那些 就是说灵敏度 平衡感 都会有相助的明显的改善 好 运动嘛 然后呢 刘医师怎么吃呢 刘医师的每日饮食 真的好干净 非常宝贵的资讯是什么 吃饭的顺序很重要 先来个汤 再吃个水果 青菜第三 饭肉 抱歉 请放最后 就是说不易消化的是 摆最后面啊 对 对 对 因为这个习惯呢 我也是很久很久才改正过来 以前呢 一上餐桌 像这样一摆下去 我一定就照我们 平常的吃饭习惯 对 没错 就先吃饭 然后吃菜 然后呢 到最后喝汤 然后再吃水果 勉强地改过来 结果发现改过来以后 更好 一上去 一碗汤 大概五 六百细细 咯咯咯咯就下去了 换起我们的肠胃的活力 换起了 然后呢 再来就吃水果 水果呢 像水果的酵素 凤梨 凤梨有凤梨酵素 木瓜 木瓜酵素 还有那个香蕉 有淀粉酶 这些都是很好的酵素的来源 那我们吃下去以后 我们再来开始吃饭跟菜 菜呢 我们是把肉类放在最后 那吃的饭呢 也是 我们都是吃那个糙米 糙米 那蟹呢 是糙米加烟麦加艺人 好吧 我有VCR吧 明依怎么吃呢 我们一起来分享 其实我们吃东西 要吃得很简单 那怎么简单法呢 我们一定是食物的原型 像鱼丸 肉丸 杠丸 那些我们是尽量不要吃 因为它就是再制品 再制品的时候 它加了什么东西 你也不知道 或是用了比较不好的肉质 你也是不知道 我们的古宴有说 乘起一杯水 到老不后悔 饭前一碗汤 餐前一碗汤 不用开厨方 表示什么 就是说一来 我们就先喝 这个大量的水分的话呢 对身体还是会比较好的 那至少就说好 我们喝了汤呢 就下去促醒我们的肠胃的蠕动 叫他说起来了 该开始工作了 各位您记得 我们之前访问过一位名医师 吕少瑞医师 他是全台湾最难挂号的医师 各位观众朋友 其实吕少达医师是他的堂哥 您是他堂哥吧 他小我三岁四岁吧 真的啊 对 他比较年轻 他比你年轻 你们全家三十位 三十位医师 因为 对啊 没有错 所以吕家都是行医的 父亲九十七岁 高龄 前阵子回到天家 爸爸是九十七岁 都还可以自由地行走 对 可以自由行走 而且耳聪慕名 那他那时候 到了要回去天家之前 他还记得交代说不要怠慢客人 哪一位客人来的时候 他的太太有没有来啊 他都还可以看得到 看得很清楚 听得很清楚 是这样的 你的毛巾操其实有一部分就是爸爸的想法 你把它延续了 对 所以爸爸也是做毛巾操 他们日本时代很多 我觉得老一代的人很多都喜欢干擦枣 就拿着一块毛巾就这样 很干的就这样搓 搓着身体整个通红 就是这样 那我想用这种 这个干擦枣的方式不错 那再来就是 我们就给它设计一下毛巾的 这个拉力张力 像刚刚讲的那个 在床上做的那些毛巾操 其实它会帮我的任督二脉打通 然后不仅就是说我的睡眠会很好 有些甚至连园区的一些朋友 他时差都改善了 因为他们常国外这样飞来飞去 他时差改善 然后睡眠品质也变好 律师常常去议诊 有一次您在议诊的时候 救了一位低血糖的阿公 对啊 对啊 因为那一刻那一次是这样的 那一次是 我们刚好就是我们常常会去山上 就是看一些卧床的病人 不能行走的 在家里的 那我们会去他们家里访试 然后顺便开药 结果那一次它低血糖昏倒在地上 刚好我们去到访试 然后就立刻给它咽了血 然后那一次修女也是跟着我们一起去 那修女立刻就帮她准备她的汤 然后就准备出来给她吃 除了一条毛巾旧酸痛之外 听到的是 吕医师他对病患的担心 稍后绝交出房 好久不见林再培大哥 慢慢地往下压 当然如果你受伤的话 你今天只能压到这里 那慢慢地可以慢慢往后往后 就这个点就把它压在这个圆周上 球的圆周上 你就摆在地上一样的 往前推 然后再拉回来 往前推 然后慢慢拉回来 慢慢地往下压 当然如果你受伤的话 你今天只能压到这里 那慢慢地可以慢慢往后往后 你要跟跳绳一样 它转的时候就稍微跳 一组就是每天都有跳绳的 那另外一组没有跳绳的 一年后发现 有跳绳的平均身高 比这一边的高了四公分 就这个点就把它压在 这个圆周上 球的圆周上 你就摆在地上一样的 往前推 然后再拉回来 往前推 然后慢慢拉回来 脚跟痛用对应方法 用对应方法就是敲手 外侧敲外侧 内侧就敲内侧 我们介绍好朋友 林再培林大哥欢迎您 喂 您好 以及脚底按摩三十多年经验的 郑英吉正老师欢迎您 好 三种朋友大家好 来 林大哥 我要先请教你 您都到大陆去了吗 是 在台湾很难得找到你 我没有通过的时候都在台湾 然后我提到林再培大哥 我就在想 在水一方 然后庭院生生 精华烟云 我有一段VCR 我们先来看VCR好吗 作品 这就是我们心中的男神 林再培林大哥 是不是背台词最难 穷瑶姐姐的台词比较难背 就是穷瑶式的对白 所以一个字都不能改 一个字都不能改 对 一个字都不能改 我印象最深刻的 我真的没骗你 我以前就在想说 如果我有一天可以访问您的话 我真的不太懂 你怎么背的 例如说 你是残忍的小东西 你是折磨人的小东西 您对这个台词有印象吗 我都没有印象 我一背完 一录完 我都还给他了 真的 但是基本上就是 他要求你不能 改动任何一个字 你就必须不要去动它 所以当下的时候 你那些东西 都在你脑子里 然后当然刘雪华 我们都很入戏 对 你问我怎么背的 其实我就是 我不去跟动他 也有不跟动的办法 但你要很生活地 把它 把它说出来 这个也只有细精 才能够诠释 林达哥真的是好久不见 不过我们知道说 你非常喜欢打保龄球 对不对 是不是有一次 就是因为热爱打保龄球 所以你留下了一些病灶 像是一次午时间吗 对 我打保龄球 主要是 应该是运动伤害 运动伤害 因为我是幼撇子 所以我的整个力量 都吃在我的左脚 最后滑步的时候 整个身体的重量 压在左脚 然后我们打到 又是16磅的球 所以力量很大 那就有一次 我也是上了一点岁数 我就最后一步 一出手的时候 我整个脚空的 左脚碰 整个跪倒了 后来我知道我受伤了 就没有再打 就停了 不敢动 您那时受伤之后 您有去做铺剑吗 我当时 左膝受伤后 我没有做铺剑 我休息 不敢动 就平常就是 慢慢地走一走 散散步这样的 就不敢再去用力 休息了大概三四个月 后来忍不住 就开始慢慢再打 可是 那个不是简单地打 因为打的就是 就是要很费劲 对 又很费劲 慢慢慢慢觉得OK 就开始重量加大的时候 他会有的时候 碰 又来了 又会整个软脚 就整个人 整个人就摔在球道上 留下五时间 跟膝盖的退化性关节 他可以做毛巾操吗 我们可以来分两个动作来做 这个毛巾还特别选过 它的长度就是这个长度 比较适合 那第一个呢就是 好 我们就先从这个 这个角度来 对 对 从这 可以提高一点 然后慢慢地往下压 当然如果你受伤的话呢 你今天只能摇到这里 那慢慢地 可以慢慢往后往后 等到哪一天 它你就可以 而且不错啊 很棒啊 很不错 可以到哪里 可以了 你其实可以到这里 不错啊 刚刚还说不行 不过这 最好不要碰到这个头肩筋 不能碰 对 不要碰 我有点作弊 对 因为你碰了 对 对 就是手要尽量往外打开 对 往外打开 毛巾不要碰到脖子 对 是这个意思吗 这样子的时候呢 这样子是没有碰到的 对 可以 那样还不错 因为这样子做的时候 你这个 那个肩锁 那个颈尖的那个肌肉群 都会改善 然后呢 再来就是 好 玩再来另外一句 有点累是吧 李老哥 你出力啊 会 如果一出力 那都会真的会飙悍 真的会飙悍 然后再来就是玩这个 那个毛巾呢 再往后 这个后面来 对 对 不错 这慢慢的 慢慢的 今天 今天你是到这里 这个程度 因为你这个肩颈 有酸痛的时候 你用斜斜的没有关系 慢慢的改善 慢慢的改善 以后呢 这个就会到 这可以慢慢的爬上来 爬上来 你说左手 对 对 左手 左手往上 等一下右手 对 左手往上爬 你可以爬到什么程度 痛啊 就到什么程度 听他说痛是吧 对 一定痛 对 对 一定痛 它就是慢慢的改善 然后今天到这个程度 明天呢 慢慢的就越来越好 如果我换这个手的话 对 你看哦 我的右手要进来往下 对 左手我就可以爬到上面 对 你看 你看 不错啊 不错 表现很好 不错 很好 非常好 所以就是慢慢的 其实到时候 这个要稍微往后 不要往前 往后 对 往后 撑开 对 慢慢撑开 还行吗 还可以 很棒啊 不错 非常地好 非常地好 来 郑老师 三十几年的经验 你知道吗 这两张图 我读了之后 我终于恍然大悟 每次我们去做脚底按摩之后 那个按摩师会说 你胃不好是吧 你睡不好 对 原来嘛 它是分为五大区块 对 这个秘密都在这里 真的 其实呢 也不用你背 不用背 跟我们身体一模一样 这是最神奇的地方 因为这也是在 民国七十四五年 那个时候 因为我自己受伤以后 我应对我的脚跟我的身体 那个时候我才发觉说 哎呀 原来我们人体 跟脚的关系 见得那么密切 好像把我们内脏的图 就把它贴在我们脚底上一样 就 就有那么小神奇 你看是不是 这个就是 一二三四五 分成五等分 这个 我们就从这里开始 在这个脚关节的地方 这边以上呢 就是我们脖子 在脖子的问题 问题呢 就在这边解决 整个大拇指指腹 这边就是我们的头 这是我们头部 所以头部对老人家 对小孩子 非常重要 于是发育中的孩子 要他长高 就靠这个中心点这里 这有两个点 然后呢 这里面呢 就是从这里 脚中心的地方 这个叫做中足骨 在这里呢 再把它画一条线 然后上面这一部分 就把它分成两等分 这边就是胸腔 到肩膀的地方 这个叫胸腔 然后呢 这里是我们的上腹腔 这上腹腔这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消化系统 下腹腔呢 就是我们的大腔小腔 在过去的十几年 二十年 三十年 那个时候都没有注意 这一块地方 现在我发现 这个地方太重要了 很多老人家重病的人 这些人的身体很虚弱 我本来是 意识本来是想说 加强他们的消化系统 跟排泄系统 没想到呢 他们这一块以后 他们的免疫力 他的抵抗力也强了 为了方便大家 我有工具 这个东西 等一会儿 可能我就会有时间示范 没问题 示范 我们待会就来 不求人 老师示范 不求人 非常重要 请您拿相机记录下来 等一下这老师要示范的 大拇指的部位 你一定要记住 这个点 老师来 第一个 假设失眠睡不好 按哪里 好 失眠的话 很多情形之下 是因为脑神经出问题了 自律神经 没有办法平衡 有按摩棒的话 或者没有的话 你用铅笔 然后有橡皮擦的那一种 铅笔呢 你就这样 靠着这个 主要是靠这个左手 固定以后 这个摩擦的力量上去 这边扶持的第一条线 就这样做 每一条线呢 做个五六下 然后这边五条线 分一二三四五 这样五条线 由左而右 做好以后 那边也做一做 每天这样做 这位小姐呢 她很好 她的脑 这个脑部的循环呢 到现在 那个弹性非常好 但是这边 叫塌陷的话 要特别小心啊 这边的是小脑 这边是整个指腹呢 就是我们的大脑 所以记忆力不好了 这边呢 都整个塌陷下去了 老师 如果我这个时候 没办法脱鞋 手可以治疗吗 或是手可以按哪里 手的话呢 一样 你就举出你的大拇指 来你学我 然后另外一只手 压着她的指甲 这个手呢 像夹子一样 把它夹住 压紧 然后把它拉出来 拉出来 对 把这边分成两份 三份都可以 就是这样刺激 尤其是小孩子 老人家 你走路散步的时候 你就这样做 好方法 就是这样那么简单 这是头部的自我按摩 学起来 肩颈三痛 每个人都有这个问题 请问按哪里 肩颈 这一区就是她的肩膀 外侧也是她的肩膀 脚背也是她的肩膀 这个地方脚背 脚外侧 脚底 所以我们做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就 用这个太残忍了 太残忍 太痛了 我们就把油呢 点在这个关节 第五指的那个关节上 支点按着 这边呢 就往上抠 然后外侧 那脚底呢 我们就往这边做 自己做的话 可以做得很舒服 刚刚林赛培大哥有说 它是膝盖退化性关节炎 应该是按哪 刚刚我这里 外怀骨肩 它的下方这里 这是脚跟骨 然后用这个棒子 一样压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就这样推 画一 跟地面平行的 一字 画三个一字 这样把里面 尤其是骨缝里面 这些绝对有很多东西在里面 这边把它扫一扫 那它呢 慢慢的 这边就可以促进 它膝盖的循环 扫一扫 老师 我这个球可以吗 这个东西也是一样 这个球在这里 你就这样做 滚的 摆在地上 像这个有地毯 或者用毛巾 就这样 然后往前推 再慢慢轻轻拉过来 往前推 再拉过来 养生先养脚 您学起来了吗 把球摆在硬的床上 和的地板上 那在这个地方呢 就在这个地方滚 老师 但是您桌上的这些东西 请问这个网球是要做什么的 就网球也是要做帮忙的 你看这是它的肩胛 再抬高的话它就痛了 就在这个背 跟肩胛骨之间的 这个地方 这边在 经络上也是很重要的穴位 把球 摆在硬的床上 和的地板上 那在这个地方呢 就在这个地方滚 慢慢滚就可以找到 很痛的痛点出来 刚开始的时候没什么 五六下之后 它会觉得 哇 那么刺痛 甚至会闪避 就这个穴位 另外呢 就是肩胛骨 肩胛骨的中间这个地方 边缘的地方 这个地方呢 也是可以这边滚 这样就可以松开这边的肌肉 这主要是肌腱的问题 能够把肌腱的 这边松开以后 它的手呢 就气血通了 血液循环好了 它这边呢 肌肉自然就松开 那至于 谢谢你 好棒 我学起来了 其实就是说 我自己躺在地上 对 把这个球 不求人 然后我自己在 这样 你再移动一下 稍微移动一下 靠你身体自己的重量 林大哥我们学起来 林大哥可是你本身就好棒 因为你很能走 对 你除了很能演戏之外 你非常能够走 走路是你的养生运动 最好 走路最好 对 因为我没有其他的运动 我就觉得平常走走路吧 对 那你平常也交底按摩啊 没有 对 没有 那交底按摩呢 就是利用这个球 在外怀骨肩 在外怀骨肩 这是我脚的外怀 在它骨肩的正下方这里 脚根骨跟这个中足骨 第五中足骨 中间呢 这边有一块软软的肉 就这个点呢 就把它压在这个圆周上 球的圆周上 你就摆在地上一样的 往前推 然后再先拉回来 往前推 然后慢慢拉回来 刚开始的时候 觉得没什么 也是一样 五六下以后 它的病率反应出来了 你会觉得好痛好痛 不过自己做 我设计这个 就不用担心受伤 因为你通常受不了 你自然就会散开 外面做的话 就怕太重了 那你那边受伤了 瘀青了 或者怎么样 你自己做 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 你脚自然就会散开了 老师您能不能教 林再培大哥 几招这个敲打手掌操 这里外侧 就对于我们身体的肩膀 就是手的外侧 这个地方呢 就对于我们的肩膀 所以呢 你稍微把手 弓起来 这样比较容易固定 你就开始的时候 用四个八拍 或者八个八拍都可以 你在这边呢 就敲到这里 这一段呢 就是你的肩膀 就是这样敲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或者呢 你就觉得说太痛了 就往下移 慢慢的 一个八拍 两个八拍 三个八拍 四个八拍 就这样移动下来 就这样靠 靠 靠 这样移动下来 这里呢 刚好是我们的骨盘 对 很多人脚跟痛 我不赞成在按摩脚跟 千万不要用这个去滚 对 会发炎 真的哦 对 所以脚跟痛用对应方法 用对应方法呢 就是敲手 外侧 敲外侧 内侧 就敲内侧 这是你脚跟痛的人 肩膀痛的人 是敲上面 膝盖痛是在这个地方 膝盖痛呢 敲这个东西呢 就比较 膝盖痛 对 那个就是一次膝盖 对 对 他那个膝盖呢 就是坐 坐那个地方 这个地方 OK 这里外侧就对应 我们身体的肩膀 就是手的外侧 这个地方呢 就对我们的肩膀 所以呢 你稍微把手 攻起来 这样比较容易固定 你就开始的时候 用四个拔拍 或者八个拔拍都可以 你在这边呢 就敲到这里 这一段呢 就是你的肩膀 就是这样敲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或者呢 你就觉得说 太痛了 就往下移 慢慢的 一个八拍 两个八拍 三个八拍 四个八拍 就这样移动下来 就这样靠靠靠 这样移动下来 这里呢 刚好是我们的骨盘 对 对 很多人脚跟痛 我不赞成在按摩脚跟 千万不要用这个去滚 对 会发炎 真的哦 对 所以脚跟痛 用对应方法 用对应方法呢 就是敲手 外侧 敲外侧 内侧 就敲内侧 这是你脚跟痛的人 肩膀痛的人 是敲上面 膝盖痛是在这个地方 膝盖痛呢 敲这个东西呢 就比较 膝盖痛 所以那个就是 疑似膝盖 对 对 他那个膝盖呢 就是 做那个地方 这个地方 OK 这个东西反应比较少 他脚 脚用这个东西 我想待会儿呢 林大哥就把这个 带到北京去了 你可以在脚上 就在这里 你就这样滚 用力出去 然后轻轻拉回来 用力出去 轻轻拉回来 就这样滚 我打算 我还没说 她是什么 都不得了 就是 你想他们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